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至冰一般的寒冷 周围不少上仙们已经开始指指点点的小声议论开来 一身大红喜福的白凤酒 脸色苍白如纸 身体也明显有些颤抖 她紧握的双手指尖处有些泛白 尽管此时她私心念肺 尽管此时她万劫穿心 可她却强逼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一双灵动的美目中带着若隐若现的泪光 冷眼打量着面无表情的东华帝君 和帝君身边一脸得意的吉恒 帝君今日你我大婚 为何你没有来赢我 我在你的心里究竟算什么 你仗着我喜欢你 爱你 你一次次的轻视我 伤害我 凤酒没有要痴缠着你 如果你不喜欢凤酒 就不要许诺赢我做帝后 心碎绝望的盯着帝君沉默的脸 白凤酒再次说道 如今你让我丢尽青秋的颜面 沦为八荒六合的笑柄 这下你满意了 东华帝君一身紫衣 站在吉恒的身边 他不敢直视凤酒的双母 是啊 今日他本该去迎凤酒入太成宫的 可吉恒的秋水毒发作 他又怎能不管 吉恒的父亲毕竟为他出生入死过 他布下唯一的血脉 他不能看着他毒发而死吧 何况他又答应了吉恒 凤酒看着帝君依旧沉默不语 哽咽道 帝君为何你不说话 究竟是凤酒太过吃傻 在反应骨的时候 凤酒就不该亲信了你的话 帝君既然你不喜欢我 又为何要来招惹我 你是觉得凤酒可惜 还是你着实无趣 一时来了兴致 想要细耍凤酒一番 既然你心里没有凤酒 就不该让凤酒落得这般境地 你让凤酒以后该如何自处 说到这里 白凤酒咬了咬红唇 他的脸色又苍白了许多 帝君 我的头有些晕 先送我回寝殿歇息吧 吉恒一脸油弱的 用先手倾点着太阳穴 好 帝君倾吐着一个字 只是声音中透着隐隐的冰冷 看着帝君扶着吉恒准备离开 白凤酒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帝君我恨你 此生我白凤酒再也不要见到你 若为此事 我白凤酒定将自挖双目来惩罚自己 与弊 白凤酒失魂落魄地冲出了太神宫 带着一颗绝望 残破的心 和周围直起点点的嘲笑声离开宪宫 该去哪里 回家吗 可堂养青秋的颜面尽失 她哪里还有脸回青秋 呃 腹中突然传来一阵恶心的感觉 白凤酒忍不住干呕了几声 站在云头上往下看了看 一阵隐隐的桃花香味入壁 白凤酒随着桃花的香直飞折颜的十里桃林而去 一落地 白凤酒突然觉得一阵眩晕 只觉得天旋地转 她忍不住叫道 哲言 眼前一黑 白凤酒晕倒在哲言的茅屋前 片刻一袭白衣拽地 哲言走出了茅屋 向晕倒在地的白凤酒走去 我就觉得有人在叫我吧 果然是你 哲言满眼镜是心疼的 将白凤酒抱进茅屋 把凤酒安放在床上 哲言在床边坐了下来 拔了把凤酒的脉搏 顿时哲言变了脸色 哲言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凤酒啊 你的情怒和浅浅竟是一样的曲折 你这腹中的孩子 只怕是帝君的吧 可事情到了这半天地 只怕这个孩子你是留不得 我该去找珍珍来商量一下对策才是 太陈宫内东华帝君 阴韵的毛子中 带着世人心魄的寒冷 吉衡却完全没有看出来 他正为白凤酒的绝望离开 沾沾自己呢 帝君 我的头还有心晕 吉衡一双明亮的眼眸中 依旧带着得意之色 东华帝君收了功法 从踏上起身 冷声道 吉衡 本君已将你的秋水毒彻底清理了 择日便送你回魔界 帝君 你 你不是已经答应我 将我带回太神宫了吗 吉衡不要离开 吉衡只想陪在帝君身边 吉衡颇为意外地盯着东华帝君的脸 他故意让自己的秋水毒 在帝君和白凤酒的大婚之日发作 为的就是让帝君来给他医治秋水毒 他自觉在帝君心中的分量 比白凤酒要重要多了 可眼下帝君这是何意 本君是答应 带你来太成功 可却没有答应 让你留下来 此时 东华帝君的脑海中竟是白凤酒那苍白如指的脸 他只觉得心痛无比 本君也答应你 今日不取小白为帝后 可不代表你便有机会入住我太成功 也不代表本君不会另择即日以小白为帝后 不 不 吉衡失望地摇着头 东华帝君的话字字摧折他的心 帝君 吉衡哪里不如白凤酒 为何你这般看重于他 吉衡自认哪里都不会输给他 吉衡仰慕帝君之心 不比他清秋白凤酒少半分 帝君 你好好的看看我 我哪里不如白凤酒 说话间 吉衡一把扯掉他一身浅色沙衣 露出如雪的肌肤 帝君的眼中带着一抹嘲讽 这就是你不如小白的地方 吉衡又雄又气 急急抓起 衣衫往身上套 帝君 你的眼中真的看不到吉衡的好吗 本君带你是因为你的父亲 没有你的父亲 即便你死在本君面前 本君也懒得去看上你一眼 不要把本尊对你父亲的怜悯耗尽 与毕 东华帝君冷冷转身 走出了吉衡的偏殿 吉衡绝望地扑倒在冰凉的地上 双手垂地 痛哭了起来 白凤酒 白凤酒 是不是只有你死了 帝君的眼中才能看到我急衡 嗯 白凤酒轻摁了一声 睁开双眼 便看到白真和白浅 坐在她的床边 正满脸心疼地盯着她看 姑姑 凤酒又给清秋丢脸了 花音未落 眼泪就流了出来 白凤酒挣扎着起坐 白浅心疼地将白凤酒抱在怀中 这个时候她实在不忍心责备凤酒什么 凤酒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帝君的吧 孩子 白凤酒摸了摸平坦的肚子 姑姑 我有了身孕 是的 白真说道 这个孩子绝不能留下来 即便东华是天地共主又如何 我清秋岂能认她如此羞辱 是啊 凤酒 打掉这个孩 忘掉东华帝君吧 你还小 将来你定会遇到更好的男子 折颜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 小心地吹了吹 凤酒一听 想要打掉她的孩子 心中顿时欢乱了起来 定是他和帝君在阿兰若之梦 帝君以希泽的身份与他原防 他才有了身孕 一时凤酒的心中喜忧灿半 喜的是他有了帝君的孩子 忧的是他该如何保住这个孩子 不 绝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他已发誓再也不见定君 这个孩子将是他唯一念想了 白凤酒痛苦地皱了皱眉头 姑姑 我想再睡一会儿 行 姑姑也曾怀过孩子 知道这有了身孕的女子 尖是他睡的 说话间白剑将白凤酒放倒在床上 并帮白凤酒盖上被子 热眼将药放到白凤酒的床边 这热还热着呢 一会凉了 你便喝 补身子的 白凤酒挤出一抹浅笑 知道了 众人走出房间 并将房门带上 白凤酒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 确定人已走远 他从床上起来 推开窗子准备离开 可又觉得这样不妥 便来到桌子前 拿出纸笔写了封手术 姑姑 凤酒丢进青秋的脸面 自认无脸面对家人 虽然帝君赴了凤酒 可凤酒不想打掉孩子 让凤酒再任性一次吧 还请姑姑不要为难帝君 本就是凤酒 痴缠于他 凤酒定会照顾好自己 姑姑姑念 将写好的手书用笔压着 白凤酒翻身出了窗子 趁着月色直往逃林的东方狂奔而去 一连狂奔了几个日月 凤酒累极了 便在一处森林之地停了下来 抬眼四下望了望 觉得眼前的景色甚是熟悉 东花俊极山 凤酒钻进白浅落南时的茅屋 呜呜地哭了起来 姑姑 好在你留了一处地方 给凤酒安身 否则凤酒连个落脚之地也没有 哭过之后 凤酒将解满蜘蛛网络屋子 简单打扫了一番 次日又去附近的集市 采买了一些生孩子要用的物品 便在俊吉山安住了下来 静静带着孩子的厨师 白天他会去林间采一些果子果腹 余下时间 监视坐在茅屋前 双目空洞地看着林中的风雾 虽然日子孤独 辛苦 却也惬意 自从有了身孕 他便努力不让自己去想念帝君 帝君将他伤得体无完肤 这回他算是彻底的放下了 他满心欢喜的是以后 如何带大腹中的孩子 此时 姬衡已经被帝君送回了魔剑 姬衡虽然心有不甘 可他却不能不回 太陈宫内是分外清冷 所有的陷恶们连大气也不敢出 先宫之中所有的上线们也被东华帝君的所作所为搞迷糊了 帝君这是要做什么 清修帝姬不要 魔剑公主也不要 帝君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连宋一身白衣黄沙 手拿折扇来到太陈宫 看着帝君阴冷的脸 连宋扯了扯唇角 都这个时候了 帝君竟然还能坐得如此安稳 连宋真是佩服 不然本君还能如何 小白定是生气了 待过几日 本君亲自去清秋迎他回来便是 帝君说这话的时候 心里泛起一阵苦涩 他承认是他没有处理好积衡的事情 误了他和凤九的喜事 连宋坐到帝君面前 难道帝君还不知道 知道什么 据我的独家消息 清秋帝姬失踪了 最后的三个字 连宋故意拖着长长的语调 失踪 东华帝君只决心 像是被什么东西 猛的一揪 疼痛极了 怎么会 帝君不觉得奇怪吗 为何你让清秋在八荒六合之中 丢尽的颜面 清秋却没有来问色 这可不是清秋惧怕帝君 而是连宋故意卖了个官司 是什么 东华帝君双目中 带着一股十分明显的冰冷 连宋有些惧怕 干咳了两声 据说清秋帝姬失踪前 特意留书 不要为难帝君 清秋这才咽了这口气 哗啦 一声响 帝君将手中的茶窄握碎了 鲜血一下就流落出来 连宋有些懵了 帝君 既然你如此在乎清秋帝姬 为何大婚之日 你却迎来了几横呢 你究竟喜欢的是哪一个 帝君没有说话 呼的一下 消失在连宋面前 东华 急急来到清秋 直接闯入白亿的洞府 小白呢 他在哪里 白亿抬眼看了一眼 东华帝君 冷冷道 帝君 小女是顽劣 可你独独不该以大婚为由 戏耍小女 如今小女无怜面对清秋 他走了 帝君也请不回吧 此事我清秋就不计较了 不是我清秋惹不起帝君 而是小女不许我清秋为难帝君 说着白亿头也不回地出了洞府 满脸伤心地离开了清秋 东华只觉得周身冰冷 心一下子就空了 在繁衣鼓中 他就答应 再也不让他的小白伤心了 可这次他却伤他伤得如此重 东华帝君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太陈宫的 连颂依旧没有离开 他看着东华帝君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且帝君满脸净视伤情之色 连颂亲身问道 帝君你还好吗 你走吧 帝君冷冷说了句 连颂无奈的起身 一出太陈宫 连颂便往成玉的宫殿走去 看着帝君伤心的样子 只怕帝君真正喜欢的是清秋帝级吧 他得从成玉那里多打探一些消息来 此时成玉正坐在思命新君的府上 思命你究竟帮不帮我 思命看着成玉用一把力气 狠狠地顶着自己的脖子 且成玉的脖子上还流出了血 思命苦着一张脸说道 成玉你先放下匕首 有事好好说不行吗 我就奉酒这么一个好友 你若是不帮我 今日我便把我的命给你 说着成玉又用了点力气 脖子上的血比之前又多出了一些 好好好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思命无奈地垂下头 感谢观看 明天是什么故隙 bang 畏� meeting Maori继续 喂 En